欢迎来到月亮说,重磅消息,近期又有一大波带播剧放出最新预告,并引发了热议,这预示着马上要进入排播阶段了,像是重磅古装剧有肖战的大男主剧,诚意的全新武侠剧《富山海》以及赵露丝·罗云熙的新古装也将到来,此外,还有两部或媲美三体的科幻剧作哦,快跟随小编一口气看完这13部重磅新剧的最新预告吧,并分析每部剧的看点与网友评价,大家都期待第11部 你呢? 最新发布预告的重磅新剧第一部,肖战·张静怡主演的《藏海传》首发杀青特辑 历经五个多月的拍摄,肖战的这部剧终于杀青了 近期肖战也在微博晒出一组片场照并写道 《藏海》以身为奇,以己入局,当一切尘埃落定时,智奴,希望你能睡个好觉 其实这次的《藏海传》与当下流行的古偶剧有很大不同 不仅是一部实打实的大男主剧,故事热血又带有悬疑和权谋的元素 更重要的是,这次可以把肖战一次看得够哦 他此次的个人戏份达到65%,占据了极大比重 这样的大男主剧其实在主流市场中并不多见 这主要也是迎合了肖战众多粉丝的需求呢 而肖战这次演绎的制奴 他亲历满门覆灭之祸,身负血海深仇 十年后化名汪藏海重返京城 周密布局,撒长线钓大鱼 凭借多年学习的营造技艺和纵横之术 勇斗坚定小人,揭开了重重的阴谋 在复仇的道路上,藏海始终保持忠诚和正义品质 最终实现了守卫家国的崇高理想 最新发布预告的重磅新剧第二部 诚意,鼓励那扎主演的傅山海 首发黑白光影版热血仙岛片 这又是诚意的武侠剧啊 说真的,莲花楼之后的诚意可勤快了 不仅拍摄了英雄志 还有完成王权篇的拍摄后 又直接无缝进组到傅山海 这真是让人很惊喜呢 然而随着傅山海的定装照流出 只见诚意一身古装搭配上经典的发术 整个人可谓是率出了新高度 与略带几分悲凉感的莲莲花相比 完全就是另外一种状态啊 而且,傅山海的看点也是非常充足 是一部融合了江湖、朝堂、战争等诸多元素的武侠题材 更值得一提的是,该剧依旧是莲花楼的班底作证 导演人海涛与编剧刘芳 这两位也是诚意的老熟人了 相信他们再次配合会更有默契 傅山海改编自温瑞安的小说《神舟奇侠》 主要讲述了一名酷爱武侠小说 却被现实磨平棱角的贤于萧茗明明 以小说《男主萧秋水的视角》游历了一次武林事件 从武力低威、热血冲动的少年剑客 最终成长为有情有义、守护家国的大侠 此后的萧明明在工作之余也不忘创作 在小说中继续传递人心依依而去的信念 最新发布预告的重磅新剧第三部 张颂文、白百合主演的《清明上河图密码》 首发概念预告片 这个预告看着很有质感呀 这是张颂文的第一部古装男主剧哦 演绎了一个原本只想过平淡生活的大理寺小丽 却意外卷入了北宋宣和年间的《梅传大案》 该作品也融入了悬疑和推理等元素 而且它不仅是一部影视作品 更是一部集艺术、历史、科技与一体的文化盛宴 通过现代科技的手段 将一幅千年古画中的文化精髓和历史内涵展现得淋漓尽致 让观众在欣赏该剧的同时 也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最新发布预告的重磅新剧第四部 赵露丝、刘雨宁主演的朱连玉木 首发气血凝珠先导预告片花 真没想到朱连玉木的预告片一出炉 等来的却是大家的疯狂吐槽 然而,发布了杀青特辑之后 赵露丝和刘雨宁的粉丝 就因为究竟谁磨了皮这件事情而争吵了起来 双方互相指责对方磨皮 语言粗俗非常难听 相关话题广场上更是吵得不可开交 这部戏从开拍到现在拍摄结束 就一直风波不断 粉丝之间不停地互相掐架 但小编想说 这样下去最后的输家 只会是这部剧的本身呀 这是赵露丝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大女主成长剧 赵露丝这次要演绎坚韧的野草型女主 从女奴成长为女商人 更值得一提的是 原本网友不看好赵露丝新戏造型 没想到一系列路透照流出 却让外界感到非常惊艳 只见赵露丝身穿一袭淡紫色衣裳 站在花朵盛开的树下 绝美画面直接美上热搜 再加上和刘雨宁的情情爱爱 千万别忘了 这可是当初让大家意犹未尽的好烟 CPR刀 最终就看网友们买不买账了 最新发布预告的重磅新剧第五部 罗云熙 肖顺瑶主演的水龙吟 首发峡谷匠新版特辑 江湖是江湖羊 而我之性命 唯有入局 方能自救 你再给我一次性 来来来来 尽管很多网友完全不看好 罗云熙的言心记 但这部水龙吟 却是不得不夸赞的 看这次的特辑就知道 本次罗云熙绝对再次帅出新高度 服装造型华丽精美 身披银色白狐长衫 头上还戴着山海盘龙发官 加上黑白渐变的挑染长发 忽远忽近的仙气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得到 果真还是古装剧 才是她的绝对统治区啊 罗云熙将演艺及美貌和智慧于一身的唐力词 聪明腹黑 控制欲很强 被称为了唐狐狸 她为了揭露武林阴谋 以域外武学网生谱密探13楼 制斗建王城 联合碧落宫 最后入主中原建会 并背负起江湖安危的责任 成功守护和平及安宁 此外 水龙银其实跟莲花楼一样 没有女主 也没什么情情爱爱的戏码 而且还有耳熟能详的萧顺瑶 和方亦伦作配哦 看看到时候 能不能和诚意的莲花楼一较高下 最新发布预告的重磅新剧第六部 潘月明 王鹤蒂主演的黑夜告白 首发仙岛预告片花 到现在 他们怎么消失的我们都不知道 这部剧也是让小编白激动了一下呢 这个剧名加上潘月明 还以为是白夜追凶第二季又改了名 竟还加入了王鹤蒂 而且这部剧还没拍完就火速出了个先导预告 不过话说回来 预告看上去是悬一家喜剧的风格 一桩电梯失踪案将两个刑警联系到了一起 潘月明饰演了经验丰富的师傅何远航 他遇上了高能新手王鹤蒂饰演的徒弟冉芳旭 俩人认真办案 也不忘认真搞笑 组成了一对显眼包师徒 此外 这部《黑夜告白》是导演王芝的作品哦 也就是 你是我的荣耀 向风而行的导演 还是有点小期待的 最新发布预告的重磅新剧第七部 徐凯 田兮薇主演的子叶龟 首发杀青特辑 围观于潮 自当围观情节 别让本县主在看见你 哎呀 子叶龟的画风 如今看来还是挺稀奇挺稀有的 他走的是一个聊斋志一般的智惯风格 除了男女主的角色设定是捉腰道士和猫腰外 从杀青片也能感受到满满的奇幻氛围 说真的 像这种拥有妖魔鬼怪的中式恐怖近年来极少见 加上唐风的文化底蕴 的确显得质感很高 这些都为该剧加了不少细节分 而田兮薇饰演的猫腰 本来长相就精致的她 这次在华丽的妆造下更加惊艳了 尤其是化身猫腰的红衣造型 一出场便抓住了小编的目光 另外还有徐凯的道士装也同样很新奇很惊艳 这让网友们越发期待了 紫叶龟主要讲述了田兮薇饰演了身份高贵的宪主武贞 白天是风流直率的贵女 晚上则化身继承妖力的猫腰行侠仗义 其实有着双重身份的还有徐凯饰演的刑部小官媒主语 白天看似普通的她 到了夜晚就会化身实力高强的道士 人妖势不两立的情况下 这两人却意外成亲 白天的时候他们甜甜地谈着恋爱 晚上却互相隐藏身份殊死相搏 最新发布预告的重磅新剧第八部 宋威龙居静依主演的千香饮 首发杀青特级预告片 它是一个修仙的过程 所以有很多那种试炼 第一次演现一下 比较信念感更强一点 说实话 这个杀青特级看上去并不精彩 不过这可是宋威龙第一次演艺仙侠剧哦 她和居静依两人单看 颜值的话并不低 不过这次的居姐仍旧是千篇一律的装造 太阳花睫毛加上嘟嘟嘴 还有蜡笔小心的眉毛 很多网友也直言 只要是她的剧就直接pass 因此小编也就不多介绍了 不过男主宋威龙还是公认很不错的呢 总之千香吟主要讲述了雷修远和江丽妃相伴成长 共同对抗宿命 守护三界和平的故事 最新发布预告的重磅新剧第九部 陈晓 杨子山主演的隐瞒之事 首发预告片花 这部悬疑剧可是韩剧《恶之花》改编的哦 剧情非常刺激 不过小编并不看好这类型的改编 由于广电的审核标准 改编绝对会搞砸 肯定不会像韩剧里这么疯狂 原版李准基和文采源可以说是火花四箭 而且男主演的心理变态绝对够变态 这次大陆版的男主由陈晓担任 其实以他过往的口碑和抗拒能力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就看到时候男女主的诠释能力 以及对于人物的把控 台词的输出 还有细节的呈现如何了 《隐瞒之事》主要讲述了一对夫妻 因为一场意外卷入了一场复杂的阴谋 互相隐瞒真相 试图保护彼此的故事 最新发布预告的重磅新剧第十部 赵金脉张灵鹤主演的杜华年 首发乐在其中摆预告片 李荣啊李荣 你现在是十八岁 不是三十八岁 你看这是什么 什么 你的心呀 我知道我有些姿色 但你也别非礼我啊 你就是犯贱 你就是放不下我 舍不得我公主的身份 这部国偶剧绝对笑点满满 公主和驸马重生 两人设定都是三十八岁 穿越到十八岁 这对冤家路窄继续相爱相杀 不得不说 预告中男女主吵架斗嘴的样子 特别搞笑可爱 这次的张灵鹤属于那种不说话很高冷 一说话就是个憨憨的人设 倒其实也很莫名契合上了这个角色啊 总之 一个是高高在上的公主 一个是当朝首府 这两人吵吵闹闹不停 看上去也是挺好磕的呢 杜华年 改编自墨书白的小说长公主 主要讲述了赵金脉饰演的 大夏朝坚果长公主李荣 与张灵鹤饰演的当朝首府裴文轩 两人一招梦回前世 然而前世因为种种误会相爱相杀 如今再次睁眼 双双都是年轻岁月 于是两人携手 从仇敌变为闺蜜 结为了坚实盟友 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 最新发布预告的重磅新剧第十一部 黄景瑜 黄子璇主演的孟之海 首发预告片 这可又是一部刘慈欣创作的 同名科幻小说哦 你觉得如今中国的科幻片 能和美国大片比上一笔吗 这次孟之海的预告 看着还是挺靠谱的呢 不过对于科幻片这种剧 要不就是特别好 要么就是一部超级大烂片 而这次黄景瑜和王子璇主演 演技方面还是没问题的 就看特效如何了 孟之海主要讲述了 在未来时期 地球上所有的地表水 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 升入太空 在禁地轨道 形成了一圈壮丽奇轨的冰环 人类自此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海洋 面临史无前例的生存危机 然而黄景瑜饰演的 石荒猎人江新北 带领神秘天才严东 放弃穹顶城的庇护 踏上凶多吉少的旅程 随后中国航天启动摘星计划 航天员江新瑶 代表人类去探索冰环 为了延续人类文明 最后的一线生机 龙凤胎姐弟两天地互联 开启了一段惊心动魄 跌宕起伏的冒险故事 总之就是神级文明 抽干了地球海洋 人类面临如何自救 最新发布预告的 重磅新剧第十二部 刘学艺 吴锦岩主演的春花燕 首发沙青特级片画 春花燕 看预告的质感还是不错的 吴锦岩只要不演傻白甜 就没问题 不过刘学艺这个小说 男主的人设 在渣男排行榜上是 赫赫有名的哦 其实这个小说 就是个古早虐文 男主是王爷 而女主是他培养的死士 男主是特别渣的那种 对女主各种虐待 还和女儿白月光纠缠不清 必让女主去救女儿 总之剧情绝对可以虐到你胃疼 不过剧版肯定会大改的了 小编目测会保留男主 对女主从利用到爱上的剧情 但这个虐女的程度 不知道会如何把控了 连这次的主创都强调很疯癫 尺度很大 这倒也是引起了 广大网友们的目光 喜欢虐恋的千万别错过哦 毕竟这种虐剧 也是越来越少了呢 最新发布预告的 重磅新剧第十三部 费启明 赵益钦主演的火星孤儿 首发全新预告片化 自从电视剧三体大火之后 资本也开始狂扑科幻片了 不过这部火星孤儿 比起上一部梦之海 可能要小而科一点 是二维生物跨为入侵 然而是由高中生去拯救地球 是青春加热血 加印科幻的元素 而且还是新生代 与老戏骨的联合 火星孤儿 该剧改编自科幻作家 物理学博士刘洋所著的 同名科幻小说 主要讲述了 在外星文明降临 世界面临崩塌之际 一群热血的高中生 全力抵抗 拯救人类最后希望的故事 好了小伙伴们 这13部最新预告 大部分还是很精彩的 小编最期待梦之海 藏海传 富山海 还有水龙银 你呢 把你期待的 在评论区写下了哦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